Hello 大家好 我是Gadget Gang的阿聰 今天我要和大家開箱試玩的就是我手上的一部 你一定以為是一個螢幕 但這樣想就錯了 其實它是一個有巨大螢幕 而且可以摺得到的手提電腦 而且它更加有六種變化方式和用法 實用之餘還相當好玩 今天就和大家變一下玩下去 不過在看影片之前都要呼籲一下大家 記得要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還未訂閱的話就要快點訂閱 按下小鈴鐺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雖然在片頭大家都不斷看到這部機的外形 但都容許我在這裡回帶和大家一起開箱看看這部新機 看到這部機的包裝盒的外形都挺特別 是一個梯形的 上面寫了它的型號 就是Flow OLED 打開的方法都挺特別的 就是這樣 你這樣拉開就會打開的 看到這部很大型的主機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隨機的藍牙鍵盒 已經進入了Touch Pack 這樣再看看怎樣使用 其他配件都很簡單 都是火牛、接駁線都沒有太大特別 但是這樣挺有型的 開完箱就和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這部機 它最厲害的地方當然就是它號稱是全球第一部可以摺疊的OLED手提電腦 而它打開的大屏幕足足有17.3吋 電腦用了黑色的鋁合金配合深麥綠色的人造皮 機身上當然都會有華碩的標記 更加有相當有型的反射效果 而它的接合方式就和另一個品牌的接合電話相似 同樣是用對接的方式接合 不過體積就放大了很多倍 而它的接合價位亦都相當實正 用家開合時應該都很有信心 皮革位置相信應該是對接合位有加強保護的作用 而官方亦都有說明螢幕接位有經過測試 可以循環接合3萬次 以手提電腦來說內容度算是非常之高 雖然也不可以不說 它的接口也算是厚大的 不過以它有17.3吋巨型螢幕的機器來說 其實比例上也不算很誇張 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大佬這樣摺起來挺有型的 之後當然就要介紹一下 如何變出六種形態 第一個形態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這樣打開它變成一個很大的螢幕模式 這個17.3吋的OLED螢幕 用了4比3的比例 解像度是2560x1920 而且有經過Pantone驗證 亦都支援Dolby Vision 還有100萬比1的對比度 500Nits最高亮度 另外亦都可以見到螢幕的邊框也算挺幼 所以機評比都可以做到87% 其實就算不看規格數字 只是看它有一個17.3吋的隨身OLED螢幕 已經是一種極級的流動體驗 加上它的規格也真的不頑 所以用來隨時看片看電影 也真的是一種享受 實試看影片之前先要說一下 就是這部電腦其實都有4個喇叭 更加設有可以提升音量達到350%的智能放大器 加上支援Dolby Atmos 絕對可以做到靚聲配靚畫 用它來看片真的很開心 畢竟有這麼大的螢幕 但相信這裡也一定會有人問 就是中間的摺痕究竟明不明顯呢 如果你有看剛才的實試 都會知道正面看真的不是很明顯的摺痕 不過也不能不承認 就是旁邊看的時候 都會明顯看到摺痕 以現在的接螢幕技術來說 應該也挺難避免的 不過也是那句 如果你正常用正面看的話 其實摺痕真的不是很明顯 亦不會影響到你的觀感 另外這個大螢幕模式 除了可以用來看片之外 當然亦都可以當平板電腦用 簡單利用觸控操作 同時亦都非常方便可以展示給其他人看 第二個模式就是桌機模式 其實用法和第一個模式都很相似 不過配合隨機的藍牙鍵盤 就可以像一般桌機電腦一樣用 在17.3 吋的螢幕加持之下 真的像用一部小型的桌上電腦一樣 當然也要談談這個鍵盤的操作手感 這個厚度鍵盤當然不可以跟一般的桌機鍵盤相比 不過其實它的打字感覺都相當不錯 有一定的鍵程之餘 每一顆按鍵都夠大 加上這塊觸控板的面積都不小 整體的操作感覺相當不錯 說了這麼久當然也要摺一下 首先試試垂直摺 一個大屏幕 垂直摺起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書本模式 真的像一本很大的書 拿起手看書都很有文青的感覺 可以留意一下 螢幕在摺疊之後 在右下角會即時出現Screen Expert程式 令到用家非常方便地分割螢幕使用 無論是開雙槍三槍都可以即時變化 當然你都可以繼續用單試槍 稱得上是書本模式 當然要試用來看書 可以見到螢幕比例用來看書非常好 雖然部機就有一定重量 長時間拿起手都會挺容易累 但是螢幕夠大 看起來眼睛就更加舒服 打直摺完之後就到打橫摺 其實一摺起你就會明白 很簡單 這是一個手提電腦模式 不過手提電腦模式其實都有兩款玩法 第一個就是簡單地把電腦橫摺 變成一般手提電腦的樣子 之後再開模擬鍵盤出來 就可以像一部12.5吋 16.9螢幕的手提電腦一樣用 不過我個人覺得 虛擬鍵盤的手感始終沒有實體鍵盤那麼好 加上虛擬鍵盤沒有觸控板 要靠直接觸控螢幕操作 用來處理文書或其他工作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 反而比較適合視像會議 不過這個模式也有好處 就是沒有實體鍵盤 相對重量都會輕一點 機動性都會高一點 而另一個手提電腦模式 就是將實體鍵盤和它合體 只需要將藍牙鍵盤用磁力貼在下面的螢幕 下面的螢幕就會自動即時關閉 而整個螢幕亦會即時縮小到上半部分 合體後的使用感覺就跟一般手提電腦差不多 非常簡單易用 來到最後一款就是伸延模式 就是將它這樣摺起 然後再接駁藍牙鍵盤使用 用法上其實跟蹴機模式差不多 但螢幕由橫倒變成直倒 方便看文件 又或者是開上下兩個視窗 當它是兩個12.5吋螢幕般用 都挺不錯的 開頭用這個模式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視覺會不會很奇怪 會不會不習慣呢 但用完之後又不覺得太大問題 唯獨是在中間接位這裡 可能會有一點反光的問題 但其實影響也不算很大 之後就說一下它的硬件配備 這部機用了第12代 Intel Core i7處理器 16GB RAM加1TB的儲存空間 支援Wi-Fi 6E 有兩個Thunderbolt 4插口 可以用快速傳送資料和充電之外 亦可以外接螢幕 另外亦有一個3.5mm的耳機插口 硬件規格來說 我說很厲害都是騙你 但基本一本文書、上網、看片 甚至乎是簡單的圖像處理 都完全沒有問題 以這個級數的硬件配備 比較市場上最強的UltraBook 其實都絕對不失禮 加上還要考慮到電池要支持這個超大的螢幕 效能上總是要有一點平衡 另外我也覺得擴充性都有點不足夠 只有兩個Thunderbolt 4 如果其中一個用來充電的話 就只剩下一個可以用 不過因為這部電腦橫直都可以用 兩個插口分別安排在橫直兩邊 方便不同情況之下使用 都算是頗細心的設計 這部電腦給我最大的印象當然是有型 注目到極之高 而且實用性亦比我想像中更高 在不同模式之下都有它的便利性 雖然不可以不承認它接起後的機身是頗重的 但接起的時候 中間都很有心思地可以放進鍵盤 同時接起後它的面積都頗細 其實都頗方便放在不同的袋子 甚至乎在公示包裡面 要知道一般15吋以上的手提電腦 可能要特別大的袋子才放得進 而這部機這麼小 就已經有17.3吋的螢幕 而我相信這部電腦都頗適合一些公務人士使用 在大螢幕的情況下 就可以方便做一些Presentation給客人看 亦都方便去看文件 細螢幕的時候又方便做文書工作 如果要講缺點的話 第一就是機身比較重 第二就應該是售價比較貴 不過考慮到它是一部挺創新的產品 只是買它的有型和特別 其實都已經值回票價 而且它也不僅只有外貌 在實試中都可以看到它的昇華質素 和實用性都相當高 再者其實現在很多接螢幕電話 都要賣成萬多元 這個接螢幕有17.3吋那麼大 其實算比例也不算很貴 大家對這部電腦又有什麼評價 不妨留言和我們聊一下 當然也要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要快點訂閱 按一下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的新片 拜拜